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 介绍了这个 我们要教数学的时候呢 要留意一下学生可能因为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他的数学学得不好 或者他成绩一直不理想 那在上一集的最后 我们说明到这一节课 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一下 要怎么让孩子变聪明 这个其实是许多的家长和学生 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 那我就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其实这个我个人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这个需要 就是要跟学生展露一下 自己有多聪明 那个大家都已经学过国小 所以应该都知道直音数分解 那麻烦一下在十秒钟的那些分解 这个7200 那我们透过这个例子呢 就是不当然不只是要教直音数分解 这个早就会了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一个聪明的人 他怎么样使得他是比较聪明的 那我们要如何变成像这样子的人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透过学习和训练的 那7200这个数字呢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就不会去开这个短书吧 我会怎么做呢 7200 72乘100 72乘100 72乘8乘9 那100是几乘几 如果你达10乘10的话呢 我会更喜欢4乘25 为什么 因为4是2的平方 25是5的平方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最后就会有5个2和2个3和2个5 这样就分解完了 那在这样子的这个运算的里面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写 那不是因为就是我是老师嘛 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种说法 不是老师嘛 或者我是聪明人嘛 其实是说 你要去留意到说 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 跟一般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落差就是在于 我对于特殊的数字 更具有敏感性 在一开始我们从国小闲见到国中的时候呢 其实罗网聪明不聪明 差别差在这里差最多 比如说99 你会不会想到是100减1呢 比如说刚才这个100 你会不会把它拆成4乘25呢 72当然能不能拆成8乘9 那这个就会 关联到你在预算的时候有多快 它不只是为了算得更快一点 因为你如果能够算得更快一点 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就会跟得上 或者是说呢 我们前面几堂课有说明到 你花越少的力气在计算上面 你就会把你的大脑的效能控出来 所以你也会变得更容易去检查你的计算 或者你也可以去触类旁通 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要如何增加自己对数字 包括以后我们可能要对这个 学习到的数学知识 都要有这种关联性 那如何提高我们的关联性呢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问到52是几乘几 你会有回答说呢 52是几乘几 那个大部分的人 想不到对不对 52好像很陌生的数字 那可能会想说不如来自己数分解一下 他是2乘26 可是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我第一时间会回答的是4乘以13 为什么会回答4乘以13呢 我跟你讲 那以后呢 其实你也就会比较倾向于回答4乘以13 因为52 大家去这个数一数扑克牌 扑克牌呢 总共几个花色 四个花色 那每一个花色有13张 所以扑克牌其实就是52张 那为什么扑克牌52张呢 其实呢扑克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塔罗牌 扑克牌以前是塔罗牌转变过来的 在一开始是用来算命的 那应该说一开始没有分 没有扑克牌也没有塔罗牌 只有一种牌用来算命的 后来算命的牌也被拿来玩 那玩久了就把玩的部分跟算命的部分分成两种 所以呢 最早期扑克牌这种设计 它是为了算命而存在的 它的设计就有一种特色 就是扑克牌的四个花色对应的是一年十季 然后一季呢 你们去翻翻看月历 就是一季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二三月四五六月 一季大约等于13周 其实一季应该是从三月是春季的第一季 三四五月六七八月 就是十一月十二一二月 一季十三周一年四季 所以其实一年大概就是五十二周 我们来验算一下这个五十二 如果乘以七 七五三十五 七二十四 三百六十四天 那因为以前的历法比较不紧 三百六十四天 所以呢 像五十二这样子的数字呢 我们在这里就了解到它有两个意涵 一个是六排的花色 四个花色跟每个花色十三张 那另外一个意涵呢 就是一年四季 一季大概十三周 一年四五十二周 在我跟你讲了这两件事情之后 也许再过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月 我再问你五十二十几成几 我相信就会有比较高的比例 你会去回答这个四乘以十三 为什么 因为它跟你产生了关联 有一种学习方法 叫关联式学习法 那它的应用层面有的时候挺瞎的 就是比如说要学一个英文 但是先跟你拍一个故事 那但是呢 它有一个这个来自于脑神经学的逻辑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一项知识 可以跟很多东西产生关联的话 那根据同步放电效应 那他们这个同步放电久了 这个联系度会变强 你就容易去想到这件事情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其他的要素可以让你联想到它 你对它的记性就会比较好 所以呢 这就是关联式学习法 那我们就来建立自己对这些数字更多的关联 所以请拿出你的笔记本 翻到最后一页 我们要来列一些数字的表 这个第一行呢 首先请控三行 那再提醒一下 因为我的笔比较粗 所以我写起来会比较满 你们自己排断 首先先写这个n的平方 也就是说 整数的平方 我们称为完全平方数 这个平方有学过吧 如果是1乘1 就是1平方 2乘2 就是2的平方 2 n的平方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 224 339 4 4 16 5的平方 25 6的平方 36 49 64 81 100 OK吗 好 那下面请控这个三倍 我们之后还会再补上 但是现在先不行 然后来写这个2的n次 也就是说 一个2 自己是2 2乘2是4 2乘2乘2 就是多少 8 如果4个2 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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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然后呢 自己写 自己写 不要等我讲 自己算 这一串数字呢 其实你要记得只有1024 这一个 1024是2的十次 2的十次呢 它有一个用途 我在现实中都很常用 就是这个 我们假如有用电脑就知道电脑的那个软体啊 比如说音乐或图片有大小 有1KB的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几Mb的 还有你的电脑容量应该是几GB的嘛 那KB 跟Gb之间呢 是差一千倍 也就是说一Mb是一千Kb 一Gb是一千Mb 那因为电脑是二进位在运算的 所以这个一千呢 其实不是真的刚好是一千 它其实是1024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2的十次 它其实是1024倍 所以你有机会去找到这个电脑里面 比如说一首歌 它大概都会接近4Mb左右 去找那种这个3.97Mb左右的 中档案 你把游标移上去 对它点一下 或者说移上去 那它在这里会显示它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市场 它在这里会显示它的大小 档案大小 那你去注意这个视窗的 你那个资料夹的最右下角这里 这里还会写它的 有关它的资讯 这个资讯呢 写的通常都是用KB在计算的 这个资讯可能就用Mb来计算的 那你会发现一个3.97Mb 它还不到4Mb 可是它算成KB的时候已经超过4000 比如说可能是4012kb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1Mb不是刚好是1000kb 它是1024kb 那为什么我说只要记这个就好呢 其实不是说其他的不用会 而是说你挑一个 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要学 你挑一个当成立图点 记这个 其他的呢 比如说这个248163264 我想都应该要直接会才对 这个22的4嘛 三个2乘在一起是8 16是8乘2同时也是4乘4 它是4的平方 上面有写到 然后32呢 5个2乘在一起 5个2乘在一起 也就是3个又乘2 84 32 那如果是2的6次呢 2的6次其实就是3个2乘3个2 8的平方 那所以到64这里应该要能够很熟悉 然后再学一个1024 然后128用64算 512可以用1024或前面这个256算 那这个256呢 它是16的平方 这个我们还没有要你列在上面 之后有机会的 下学期会去写 所以这个是2的N次 那我现在跟你讲了 那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我都不会要学生一定要背 除非说 比如说我教学生的时候 已经过2过3了 我就跟他说 那最好现在给你背吧 因为别人已经很熟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国一的话呢 其实你不是一定要背他们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你以后有机会看到这些数字 你就留意吧 对对对 这个是2的几次 这样子 久了你就会跟他很熟 你就会变成别人严重 哦 聪明哦 的这种人 再来除了2的N次之外呢 它有一个5的N次 一个5是5 那55是25 三个5是125 四个5 也就是5乘5乘5 也就是25的平方是625 那再乘一个 其实乘到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仔细看 你会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尾数 好像都一直在重复 对不对 那接着我要拿625 再乘5的话呢 6530 后面这个25乘5就是125 625 对不对 所以它是312 那再下一个了 3 5 15嘛 然后125乘5 就是625 所以是15 625 可以吗 那所以其实不难记 也不一定都要被 你能够记到625 后面的你能够赶快 这样子很快的很快的 写出来 像我刚刚这样子去想一下 就写出来 其实就很好了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 这两个呢 其实有 如果在国小的时候 有接受过类似的训练 或者本身 就有点聪明的小朋友 可能其实自己 陆陆续续捕捉到这种特色 因为2跟5是合起来是10 我们常用的数字 是所谓10进位的 所以捕捉2跟5 会对于你在计算数字上面 帮助 4乘25是100 所以你看我对4乘25很熟悉 刚才在分解7200的时候 我才会第一时间把100抓出来 拆成4跟25 因为我不对他很熟悉 8乘125是1000 然后这个16乘625是1万 大概熟悉到这里就可以了 但是光是这样子还不够 因为这个数字不会刚好就是25 125 625给你看 所以呢 我们还要再多知道一些 多列一些东西出来 下面列这个25乘以n 也就是说呢 一个25的时候是25 25乘以2 但是不是用次方的 是用乘的 25乘以2的时候呢 25乘以3是125 25乘以4 25乘以3是75 25乘以4是100 但是我们只写00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捕捉他的末位 末两位 25乘以1的时候25 乘以3是150 乘以250 乘以3是75 乘以4是00 乘以4 LISA 乘以3是 Chicago 乘以5 乘以5 乘以8 200 乘以9 225 乘以10 乘以25 200 乘11275乘12300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25跟4合起来就100 所以你每凑到4个 它就变成100 跑去前面那个百位数的地方 后面就继续接这4个位 这4个位数 所以这4个位数出现 就代表这个数一定是25的倍数 25的倍数也一定会有这4个位数 好吗 那同样的我们再多学一个 125乘以N 就是刚刚这个5的3次125 125乘以1的时候是125 乘2的时候是250 乘3的时候是375 乘4的时候是500 其实这个你应该 可以自己赶快写 不要听我讲 最好是你们自己算 乘5的时候是625 乘6的时候是750 875 0,0,0,0 125的尾数 总共会有8块 这个很合理 因为25的尾数有4块 25乘4是100 所以到5的时候就回来这里了 6,7,8,9,10,11,12 那125是乘8 1000 所以他乘8的时候是000 乘9的时候是1125 乘10是1250 乘11是1375 他就这个道理 他总共有8种尾数 那8个尾数 岂不是其实蛮难背的吗 其实不会哦 那这8个尾数 有一些这个规律性 有两种规律性 留意一下 其实125自己本身 末两位也是25 所以125也是25的倍数 当然啦 125就是25乘以5 才是125 对不对 所以其实125的末位呢 他本身要遵循25的末位 所以你仔细看他的末两位 25 25 50 75 00 25 50 75 00 对不对 所以你说 125的末三位 要怎么记 其实 他的末两位一定是2550 7500 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帮你很省事了 就是125呢 他不是乘以8吗 总共8个嘛 所以前面4个 一趟循环 后面4个一趟循环 所以125乘以3的时候 他的末两位应该要是758 125乘以 比如说6的时候 末两位应该要是508 像这样子 去熟悉他 第二个他的特色 因为125本身 我们刚刚说是25乘以5 所以如果你拿 比如说125 比如说乘以6 那他是25乘以5 又乘以2乘以3 当125乘到偶数的时候 这个偶数的2 可以跟他自己有一个5 结合起来变成10 所以125乘以6 就是25乘以3 之后再乘10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 这八个尾数的偶数的话 我们只看偶数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看他前两位 因为他乘10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偶数 这个第2第4第6第8的偶数都有0 然后他的前两位就刚好是25 50 75 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这个关联度是很高的 不难挤 那听过了之后 即便你没有背 把他背起来 也没关系 因为身为老师 我会负责让你一直接触他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加强 我们对他的应用 那这个应用还不只是你想象的 就是说 所以我以后遇到了业5乘以8 我就知道是以前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还可以怎么使用他呢 比如说这个 四分之三的小数是多少 那如果你在国小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办 就拿去这个除嘛 开长除法去除 但是我们现在学过了 25乘以4是100 所以其实呢 这个 所以其实呢 在这里写 四分之一呢 就是百分之25 就是0.25 所以四分之三 就是0.75 其实如果到国三 你再去问 这个小朋友这个问题 已经会有 也许大概有一半的人 甚至更多 会达出0.75 为什么 就是太频繁的接触了 所以这种东西 就是我说 我也不要你背 因为你会很频繁的接触 只要你 稍微用功一点 可是那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讲呢 因为我等你 自己再慢慢的 慢慢的去接触 就很后面的事情了 所以我现在教你呢 就可以让你 整个学习过程 轻松一点 然后想得快一点 写得快一点 甚至我说 你一写出来 你就会知道 你对不对 你算得轻松 就会有办法去检查 你一写出来 就知道 不对吧 我记得 四的话 它的文数 好像要是250 你一写出来 就会知道 对或不对 那这个就是 变聪明 就是聪明的人 才会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这个87.5% 那是几分之几 所以你看 这里 875本身是7% 如果你对这件事 875本身是 这个 125乘到7 讲太快 875本身是125乘到7 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情熟的话呢 这个87.5% 它其实就是千分之875 所以你去约125约掉 它是8分之7 那这个就是 你如果在这边熟练的话 你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做得到 然后光是 甚至在更简单一点的计算里面 比如说这个 乘以 如果你有一个数 你要乘以5 比如说这个 192乘以5 这样会是多少 那乘以5的话呢 它其实是 这个 除以2又乘以10 对不对 因为它 2跟5合起来就是10 所以我乘了一个10 可是你就乘以5而已 所以我把2除掉 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乘以5 可能比较麻烦乘 但是除以2 乘2或除2 就会好算很多 所以它是这个 除2 它是 9060 对 那如果是192除以5呢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它是乘以2除以10 所以乘以2的时候是384 38.4 这样是不是算的快很多 那这个还是2跟5而已 如果我今天是算这个 25分之192呢 换个小数 对不对 25分之192 所以它其实是 你上下同乘4的话 它是192乘以4 所以我们把192乘以4下面除100 那因为除100很简单啊 就是以小数位就好了 所以192乘以4的话是多少 这个19乘以4是80减4 所以是768 那以小数位 所以是7.68 可以吗 这个都 你可以顺便 不见得要像我这样写在这个表的这边旁边 但是你也可以写起来 这个排版自己做 这样我懂吗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学会了这样子的观点 加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次 2和5 4和25 8跟125 还有16和6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转头问说 所以看到125 你会想到什么 你应该要回答 这个才代表你没有辜负老师的真正教 要让自己对他的熟悉度日俱增 那然后来看一下这个25的尾数 2550 7500 125的尾数 125 250 375 500 625 750 875 和000 要不要背啊 我觉得说不用背 但是如果你背了 那底下再多补充 两个也是很常用的 但是这个是额外的 3的n次 3的n次 3 3平方 9 然后呢 27 4次 81到这里都是基本的 3的5次呢 其实就跟刚才这个25 5的n次 我们到544625这里都算基本要会的 要很熟 那后面的你要知道如何从前面赶快算 就是你要让自己能够熟悉到不用动手写算式 你就可以赶快算 而且会对 你也一写出来你就会大概有印象 应该就是这一个 那老师会跟你说怎么想 比如说再下一个 81乘以3 243 这个应该不难 再下一个 那与其用243再乘3呢 不如你用81乘以9 因为这样平衡进位是729 好吗 其实用243乘以3也是729 当然24乘以3是729 这件事情可以学起来 好 然后再写一个这个6的n次 6 然后6平方36 然后6三方呢 6三方是216 到这里就可以了 再难得用不到 7 7 7 1 u 2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